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花少五沙特被偶遇 迪利热巴一脸冷漠 录制几天受成锥子脸 从2014年至今花儿雨少年已经录制到了第五季 而这一季因为有了迪利热巴的加入 变得备受瞩目 因为迪利热巴的加盟花少五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不少战姐甚至追随迪利热巴到沙特 在战姐试出的路透中花少五大合体 七人小分队乘坐车子在山中行驶 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新画面 放大看几位姐姐们各有各的表情 秦岚一席风衣戴着墨镜 依靠在后排 是唯一一位对上镜头的姐姐 姿势和表情都显得大老饭十足 和秦岚相比 迪利热巴好似去郊游的小学生 穿着条纹T 戴着棒球帽和眼镜 一副乖巧的模样 事实上 这次花少五路透 大部分都是迪利热巴的路透图 他一改以往艳丽四射的大明星形象 穿搭打扮都十分随性 让大家看到一个不同以往的迪利热巴 在粉丝看来 迪利热巴又美又萌 即便素颜出镜依然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迪利热巴路透曝光后 粉丝更加期待花少五赶紧播出 不过这些路透都是战姐拍摄 多少带点感情色彩 在花少五录制几天后 终于有一位当地的网友 偶遇了迪利热巴 并晒出了偶遇照 当天迪利热巴和花少五成员 一起夜晚仍在录制 他穿搭休闲 戴着一顶小黄帽 笑得十分开心 从侧面看 迪利热巴身两纤细修长 灯光打在他脸上 可以感受到他皮肤白皙 脸也又小又V 网友火速扒出迪利热巴这身穿搭 发现帽子 包包 鞋子都是千元以上的单品 价格不算便宜 但也并不奢侈 当天迪利热巴似乎格外开心 全程带着笑意 先是和姐姐们一起玩自拍 之后又和姐姐们聊天 同样笑得何不拢 即便光线昏暗 都能感受到他在闪闪发光 之后迪利热巴又和姐姐们一起坐车 他带着小黄帽坐在秦海路合照照仪中间 和赵昭仪似乎聊得十分开心 秦海路则默默地看着他 不过意识到有人偷拍的时候 迪利热巴的脸色忽然大变 变得十分冷漠 照片中 迪利热巴眼睛很大 脸又尖又V 感觉瘦了很多 有网友感慨 热巴瘦了好多啊 感觉瘦了20斤 的确 虽然迪利热巴一直都很瘦削 但如今确实比之前瘦了更多 换个角度看 迪利热巴的下额线同样十分明朗 看得出来 确实瘦了很多 虽然迪利热巴刚开始看到抓拍一脸冷漠 但之后得知是粉丝后立马态度大变 笑脸相迎 粉丝也分享了偶遇迪利热巴的过程 始末和俩人的对话 粉丝表示给迪利热巴买了水 虽然没让送 但节目组转达了自己的心意 之后迪利热巴看到了自己挥手 并和自己对话 得知粉丝是坐了四个小时的车专门来看他时 迪利热巴连连表达了谢意 不难看出 迪利热巴此行虽然悠闲 但也颇为辛苦 短短几天就瘦了接近20斤 但从路透中可以感受到他十分享受这段旅程 那就祝他玩得开心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